晚安小月前地 就更新典型的荒唐會 基隆慈芸市舉辦旗斗法會 大電案桌上三百個斗筒 一字排開 相當壯觀 每年的農曆九月一號 開始那個拜斗 到九月九號 拜斗是那個 圓層光彩 我們身體健康 輸業發達這一方面的 斗燈主要是祈福辟邪之物 每一個斗燈都整齊排列 都有忽悠的執掌 每年的農曆九月初一 基隆慈芸市舉辦旗安立斗法會 民間又稱作拜斗 主要是幫民眾消災解惡 祈福和嚴授 廟方在斗筒內會裝滿五穀米 裡面還會放上剪刀 尺 法器 各代表不同意義 劍是代表那個除魔 除魔平安 燈是代表我們神光補照 剪刀是代表我們那個 朱雀阻南 都有各種意義 劍是代表我們那個玄武竹筆 大概就是說保佑我們 完成光彩 身體健康 一連九天的法會 重頭戲在農曆出發儀式 慈芸市說法會期間 除了提供民眾點斗燈 也歡迎民眾前來拜斗 祈求平安 一整年順遂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 藤 savior 淵 爹 爹 爹